绝大部分人对于夏迟迟的崛起都是没有预料的 虽然知道他很天才 被朱却是若珍宝 当做教主继承人来培养 那也太变态了 赵长和乾隆第一都上不了人榜 他乾隆第三都直接飙升到人榜58去了 实际不止 因为52的天灵子让了位置 后面的顺移夏迟迟已经57了现在 他的排名比成龄已久 被视为年轻一辈代表人物的月红龄都高 月红龄原先人榜68 因为赫磊死亡进步67 突破密藏虽比夏迟迟早不少 但突破之后战绩紧一向 击败了赤梨 取代了赤梨的65 又因为虎猎除名 禁位64 这是一点一点向前的 让人觉得比较合理 结果夏迟迟现在突兀反超了月红龄 居然有不少粉丝为月红龄不平来着 也不知道月红龄看见了是什么心情 会不会逗个气挑战一个排名高点的注注性 仔细想想 夏迟迟和赵长河很像的都是前半生寂寂无名 去年开始迟来的崛起 夏迟迟是得到了四象胶的全力培养 底子也比赵长河厚许多 这么一算好像还是赵长河更快一点 但在西欧其实也比他自己早 不管别人怎么想 夏迟迟自己对上了人榜并不在乎 但对排名在月红龄之上极为高兴 让你压我一头 让你和他不三不四 土不拉几的女人 现在我排得比你高了吧 叫姐姐哈哈哈哈 你不对 有个姓唐的老女人排得更高 不能安排名算 不管了 和老女人比什么 老女人站在面前 看我怎么讽刺的 她不敢说话 夏迟迟几乎是哼着歌回了城 又哼着歌进了金钱帮 此时的杨钱远 正在金钱帮总多踏上人生巅峰 她亲眼目睹钱帮主和帮中大量高层抢手 被天灵子尽数坑死 自己侥幸跑路之时 便看见夜无踪拎着毒蜘蛛进去了 也就是说 大概率天灵子也回不来了 不会来收编金钱帮鱼重了 道圣又历来对组织这种帮会势力 没有兴趣 岂不是意味着金钱帮鱼重群龙无首 等着自己来统领 他扬钱远出来不久 身份不高 可不代表武力不够啊 怎么也是出自大世家 家学渊源得很 放眼这剩下的金钱帮鱼重 他居然是最强的一个了 于是一把长剑连挑金钱帮各级头目 打遍总舵无敌手 轻而易举地镇压全场 针叫一个意气风发 傲然辟腻 还有谁不服 我们愿凤阳老大为帮主 除了阳帮主 还有谁配做我们的帮主 就是阳帮主还有王道中先生做后盾呢 阳前远脸色僵了一僵 他现在感觉那黄脸汗八成不是王道中了 不过无所谓 刚才看见了 那对男女也蜷缩在地上中了毒 半死不活的 多半活不了 正在此时 天上金光闪过 阳前远正正地抬头望天 原来是他们 心中难免也有些挫败感 虽然他早就超过二十五岁了 乾隆榜与他无关 可当年也没上过呀 更别提人榜了 这对男女年纪轻轻 举世瞩目 如此风云 而自己呢 他定了定神 自己的风云 起步就是现在开始 想想自己也没得罪过那对男女 还好生伺候着 不管他们是不是从毒屋里出来 总不会找自己的麻烦吧 正这么想着 厅门被踹开 下迟迟覆手悠然而入 阳前远心中一个咯噔 小跑到赵长河身边 硬着头皮喊 道中先生 您回来了 赵长河笑道 小杨很精神吗 这是做帮主了 阳前远陪笑道 都是先生提携 哦 做了帮助东西 应该挺多的 王某向你借一物使用 不知可愿割爱 阳前远浮起不妙的预感 还是硬着头皮道 先生这话说的 先生要什么尽管取便是 赵长河很是和蔼的道 我老婆想要你的人头 话都没说完呢 阳前远已经驳路而逃 但又很快杀住 下迟迟不知何时拦在面前 如鬼似媚 阳前远怒道 我一直对你伺候有加 什么时候得罪过 赵长河淡淡道 你的哥哥弟弟 还有弟媳 应该也没得罪过你 你为了近身之街 我们拿你也有利益之用 你看我王道中用你的思维 合理不合理 阳前远急地乱叫 你他妈做不要脸的事情 就王道中 你是个屁的王道中 大伙给我一起上啊 他根本不是王道中 是赵长河 也就玄关八重而已 一起上未必会输 然而一整个厅中都没人理他 你哪位 谁为了你跟人拼命 管他是赵长河还是王道中呢 阳前远怒道 要不是以为有王道中在后面 前帮主也不会那么貌事上当 此人冒名王道中可以说是坑死了帮主 你们不要报仇吗 还是没人理他 夏痴痴仿佛故意听他表演似的 直到阳前远把话都说完了 才笑隐隐隐的骤然出手 阳前远 很绝望地发现自己连一招都挡不住 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这就是人榜五十七吗 夏痴痴拎着阳前远 对赵长河复尔道 我带着私出东门 你试着王火炎昆刚方向走 你说夜老头会不会以为我们兵分两路 名义上剑丸在你身上 而我借着桌阳前远回去的借口 实则拿了剑丸走人了 赵长河心中一动 如果他真这么认为 找上你 发现没有 拿你出气怎么办 夏痴痴笑道 真以为尊者说 不管我就真不管我呀 赵长河猛醒 对哦 有朱雀在呢 就算排名不如夜无踪 那也就差一点 怎么也不是好欺负的 而东西既然不在池池身上 夜无踪也不可能非要拼个胜负 多半是直接转头找自己 那时候自己已经尽力尽了 可行 能不能给池池搞定剑丸 在此一举 说干就干 夏痴痴拎起杨前远 风驰电车的略往流土张处 那边有出去运不匹的车队 早就准备齐全 夏痴痴一把将杨前远塞进车内 率众飞速出城 果然过不多时 夜无踪就休地出现在车队边上 冷冷地盯着策马而行的夏痴痴 半晌不言 夏痴痴奄然一笑 前辈为何那种表情 夜无踪神色跟吃了响一样 你身上居然真没有剑丸 夏痴痴笑道 前辈如何知道 老夫在剑丸上下过按手 离得近了自然有手段感应得到气息 夜无踪板着脸道 否则你们随便找个坑埋了 我怎么找 夏痴痴笑道 前辈厉害 厉害个屁 夜无踪脸色极臭 两人奋兵是能预料的 以他碾压性的轻功 追错了再回头另追一个也没什么 本来无所谓 只是按照常理判断 要剑丸的是下迟迟 当然是先追下迟迟 否则出城有个猪雀接应一下 真很容易直接带走了 给赵长河带着往山里跑有什么意义 赵长河对这里的环境能有多了解 回头随便就追上了 更何况你给那男人带着走了 真不怕他私吞 怎么想都是在夏痴痴这才合理 结果居然真不在 甚至连预计的四项尊者接应都不存在 你真不怕我恼羞成怒会杀了你 判断错误的老叶很没面子 板着脸道他独自带着剑丸远走高飞 你真不怕他私吞 夏痴痴笑道 那就不是他了 他要剑丸本来就是为了给我的 不然他看都未必看一眼 怎么可能私吞 夜无踪道 如果你猜错了呢 夏痴痴道 前辈要不要加个赌 算了 夜无踪道 你们朱雀尊者呢 他不在 你真不怕我对你不利 还是说 你以为他在 自己也没想到他居然不在 夏痴痴道 其实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 总是要试试的 夜无踪道 知道他可能不在 那你这是不要命了 这是我自己要的东西 岂能不冒些风险 全指着男人吗 夏痴痴笑笑 更何况 尊者在不在暗中 我没数 其实前辈也没数 前辈是要道剑丸 又不是要逞义气 东西 既然不在我身上 前辈不去追长河 何必在这出手截仇 本末倒置 则 夜无踪颇为赞叹地点了点头 有种的女娃 四象叫有你 这造反能不能造的成不好说 成为中原鼎盛最强势力 到确实指日可待 夏痴痴抱拳 前辈丰度 晚辈也是非常敬佩 四象教育与道门合作 不是套近乎 是真意 夜无踪念着胡须 邪逆了夏痴痴半赏 忽然道 你那么信得过你的小男人 想不想知道 他的一荣术是谁教的 夏痴痴神色僵了一下 夜无踪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说啥都没这句有效 就你们能戏耍老夫 老夫不能给你们添个赌 见完老夫还是能追到 你先后院起火吧你 夜无踪身形 修然不见 声音依然飘荡在空中 那是老夫猎徒 明幻思思 长得比你漂亮 还比你风骚 他可以为思思担保追回秘籍 你觉得那是什么关系 夏痴痴搬着一张脸 吩咐刘土章 把杨前远先送回总舵安置 等我们回头再找杨家 刘土章看他那表情胆战心惊 圣女你呢 当然去找男人 难道还想甩开我在密藏里躲三天吗 不知道又和哪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见女人鬼混 右手食指不小心弄破了 打字好疼 妈的